新能源汽车通常是指离离子电池的汽车 氢能量电池的汽车 何再说使用人工合成的 可循环利用的能源的发动机汽车 中国在这些方面发展的都很好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能源汽车的生产国 消费国也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出口量最大的汽车的出口国 中国去年出口了新能源汽车67.9万辆 同比增长了120% 而且中国是连续八年 新能源汽车的采销量是全世界第一的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